音樂 老宅的路旁 我彈著吉他 吉他不停想 心裡在跳舞 大家好 我是老派女藝人 對 我是老派女偶像 謝麗欣 對 今天我們來到的地方 叫做水里 水里是我小時候成長的地方 所以這邊有充滿了很多的回憶 今天我要介紹的就是 水里的美食 也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要介紹給大家 托金姐的服務 就是這位開播以來 首度前進中台灣 來到山明水秀的水里鄉 這個位於南投中央的小鎮 是前往日月潭 玉山的遊客必經的中繼站 主要的商圈 就集中在一條街上 藏了許多二、三十年 歷史的小吃店 不僅是過路旅人必訪 也是金姐從小吃到大 每次回到故鄉 必定會吃的家鄉味 我小的時候 因為我是念升學班 所以小時候我除了在看地上 吃麵 吃肉丸 然後看出 我從來沒有 抬頭看過天空 我後來長大回來故鄉 我才發現 我是被群山環繞得 水里國中長大的小孩耶 真是一個好山好雪的好地方 難怪 地靈人節 接下來我們要去吃 阿婆漫漫麵 真的漫漫那蛋 然後我們會經過一個 長長的菜市場 什麼長 菜是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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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長 有天那麼長 瓜哥 你不要走 我盤子 妳不要打菜喔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說要來採訪妳 妳說好的 不是啦 不是我耶 是妳那邊嗎 菜啊 換屁了 我們兩個吃牌 有啊 有啊 現在妳玉盒包這樣子 一把多少錢 差不多 一百多吧 一百多 好適合 現在便妳了啊 我前天在台北買一把兩百塊 一斤八十九塊而已 一斤八十九這樣大概 一斤半 有啊 九十 九十再加四十五 一百三十五左右 一 妳去秤 看是不是一百三十五 我們看我真的很會買菜 看看 嗯 投不投一百六 一百七吧 看看喔 看誰比較厲害 一百六十幾 我輸了 對啦 菁姐要帶我們去吃說一家麵店 是在哪 在那個 市場街 哦 麥麥麵喔 麥麵在 對喔 那很 那很 你看啊 我們都沒有作弊喔 對啊 人家都知道 用在地都在 好幾十年了吧 有 以前那個阿伯 對對對 對啊 阿伯還在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小 哦 我今年二十八嘛 對 我那年好像才十二歲 對 一在這邊吃的 這邊 我們在這邊也是三十幾年 他叫做阿伯慢慢麵 他說阿伯還在 現在阿伯已經離開了 是他的第三代在接班 然後那個第三代老闆長得圓圓胖胖的 好可愛 可是他們全家都已經賺得太多了 很低調 我們怕人家綁架 所以呢 他們就說不要接受採訪 不要看臉 我說好 那給我一個麵子 我可以在你的店裡面吃麵嗎 他們終於答應我 這樣子 他們最特別是因為他們 從阿伯那個年代 然後做麵做得很慢 因為他們是用那個木頭 龍眼木的木頭來燒 數十年如一日 然後你看那個椅子 桌子 我是個人是覺得啊 想這樣 好好做生意 只要把東西弄好吃啊 什麼裝潢啊 宣傳啊 成本啊 根本都省下來了 老闆好 我可以點麵嗎 可以啊 OK 不好意思 你要吃什麼嗎 不要爆它 不然我會 被拒拍 你看這柴燒 你看 柴燒 然後你看這個鋼 對啊 你看很酷耶 然後數十年如一日 今天生理好 請問你是觀光客還是在地人 在地人 在地喔 那你這次是我嗎 不要吃 我叫謝麗筋 喔 謝麗筋我知道 對 你算是有名的 說是算是很有名的 我是水里國中畢業的 我也是水里國中畢業的 你第幾屆 32屆 喔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年紀差不多 對啊 我也是在國中的時候 要晚自習之前都會來這邊吃一碗麵 我們以前吃都攝葬了 都父母親來結葬的 你家這裡有錢 沒有 躲在這裡 三雞 不是三雞 是雞 是雞 你看你鄉下都這麼好 還可以攝葬 吃麵攝葬 早知道我是跟你做朋友 我以後都結完之後 我就跑去台北當年星 都不要結了 月結的 對啊 謝謝 好 謝謝 來到南投水里 絕不能錯過的 就是這間藏在菜市場巷子裡的 阿婆蔓蔓麵啦 會被稱呼為蔓蔓麵 主要還是客人取的名稱 因為是用木材入罩內生活 所以怎麼煮也煮不快 生意好的時候 真的要等上好一陣子 來到這裡點餐 得先自己找到位子 沒有菜單不畫單 賣的就是牆上招牌寫的那幾樣 等老闆忙完 就會來找你點餐啦 想幫免我12歲 然後都是在練習慾班 然後呢 就是每天都烤吃啊 然後都是要 期中烤 期末烤 對我來講 最大的慰藉就是來吃 阿婆的蔓蔓麵 我吃完麵之後 我就要去上晚自習 晚自習通常都要上到10點左右 然後才可以回家睡覺 然後第二天又是 六七點要去學校上課 這樣子 所以呢 這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辣椒是一定要加的 我跟你說 一家好吃的小吃店喔 辣椒 一看就可以看出 老闆他們的靈魂 還有這個一定要加醋 我在台北買了 所有的醋啊 都好難吃喔 我覺得還是 鄉下的醋好吃 我的天啊 這是這個傳球莊的味道 有些小吃吃起來就是 醋要加黃麵 再加上一點火菜 就是絕配 一般的麵 然後湯 然後用那個柴火燒 你們如果有吃過那個炭火燒的燒肉 跟一般用瓦斯燒的燒肉的口感 就截然不同 然後你回到家 你的衣服還會沾上那個炭火的香味 你會突然覺得好像我在300年前 那感覺還滿不錯的 而且這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賣了超過60年 仍是堅持用柴火慢燒 才能燒出難以取代的古早味道 除了漫漫麵 還可點上一碗扁食湯 店內現包現煮 扁食小巧蛋內餡紮實 加上柴火熬煮的湯頭 特有的炭香 吃到了這一碗 等待都是值得的 接下來金姐要推薦的 也是要慢慢等待 而且太晚到可就吃不到的 水裡限量超人氣小吃 我們等一下會去吃 那個董家肉圓 對啊 我在錄製錄 知道 看 這要賺 是 幫你啦 是啦 洗禮筋啦 你看 你看我王 你這 肉也客人 洗禮筋啦 你 他真正有名 你記得不知道 我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跟大聲 跟大聲 對 跟大聲 下降有名聲 上降有出名了 好 熊貓這樣 你本身怎麼這麼漂亮 大聲 我也是 很漂亮 你本身也很漂亮 真的 金姐不愧是水裡地頭蛇 在鎮上最熱鬧的一條街 短短100公尺走快半小時 走著走著 眼看前面聚集了好多人 超人氣美食要到了嗎 已經在排隊了 對啊 2點5分 這家是290幾號的 在 他們早點開 但是本來三家都是 永遠都是一堆人 一天賣400顆 400顆賣完就 欸 700也400啊 賣完就收工了 早點收 不是早點可以去快活 這就叫做人潮 這就是董家 霸玩三兄弟的美麗 年代的 連隔壁的飲料行 生意也會跟著好 因為呢 人潮 所以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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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帶來人潮 人潮很重要 我們現在是財經節目嗎 開玩笑的 井姐不是說要介紹霸玩 怎麼又往前走了呢 走沒多久 前面又看到一間霸玩店 外面也是滿滿人潮耶 有人潮了有沒有看到 怎麼又一家在排隊 我跟你說 三兄弟老家董家霸玩 本來我以為 水裡最美麗的風光 是謝麗筋 後來發現 我太自戀了 其實是董家三兄弟 他們很厲害是我從小吃到大 然後他們厲害是三兄弟 在我小的時候 12歲的時候 他們已經分家了 教了這三個孩子的手藝 三個孩子學的都一模一樣 所以董家在水裡開的 三兄弟開的三家霸玩店 都是下午兩點半三點開 然後就人潮滿 然後就賣完為止 然後他們都急著收工去打麻將 沒有沒有 後面是我亂講的 他們急著收工去玩笑 因為反正都很賺錢 你知道嗎 你看又人潮 因為我們要特別感謝 我們董家三兄弟的老爸嗎 老爸 你老爸 你老爸 上一代是二三四 我是三 老三 老三的兒子 這已經是第三代了 然後那個 我們的老陶雞的那個陶雞媽 他其實昨天本來他們有一個喜訓 陶雞媽的哥哥 的孩子結婚 然後所以他們本來今天是休息的 為了我們開店的 所以我們要特別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不客氣 不客氣 然後老闆錢賺多喔 身體也要付啊 好 老闆的手啊 都算得不得了 一個月又花三萬塊錢 人家來幫你按摩啊 有有有 就每天晚上來幫你按摩喔 好 你愛採摩喔 我愛採摩喔 你愛採摩喔 好 謝謝老闆 謝謝喔 短短一百公尺內 竟然有三間同樣名字的肉圓店 而且每間都是大牌長龍 菁姐認證 三家口味都是一樣的 只是跟三哥的店 老闆比較熟才介紹這一間啦 就是我爸那個 那一他們是六兄弟 然後有二三四 在水裡這邊賣肉圓 所以其實三哥是就是我爸爸 人家說二哥就是我俄伯 然後四哥就是我叔叔 一邊我們的外皮是 就是再來米跟低瓜粉去做的一個皮 外皮然後裡面就最主要原料就是 新鮮的豬肉還有豬筍 豬筍就是我們那個麻豬筍 所以像我們的話就是比較Q嫩一點的 一般也有人家是賣比較酥炸的 但是我們就是我們的 我們人肉圓就是比較Q嫩的 我們會有加那個甜醬還有醬油 蒜汁還有辣醬 一般辣醬要看客人選擇啦 那甜醬就是一般我們吃的那個 那個芬蘭米去做的那個醬汁 鹽醬 啊醬油就是我們一般的那個 就是比較傳統的醬油 你是吃過別家的嗎 有啊 啊吃完你覺得 吃完當然還是自己家也比較好吃 因為只罐了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也要對自己的產品有信心 對啊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 但是如果可以吃到好吃的小吃 這些小確幸就可以撫平我們的 十之八九的不如意 來看看 厲害的肉圓 你看光是看那個色澤 然後那個醬汁 然後那個晃動的模樣 都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天作之和啊 極品啊 我只能說全台灣票選的霸丸冠軍 就是董家 就是這家 我質量很小 我來這邊我都會硬吃吃兩個 因為都久久回來一次 然後我會帶廚客回台北 但是帶走的口感 永遠沒有在現場好吃 然後在我們所裡跟埔里吃霸丸啊 我們有一個絕招就是 董家的三聰弟他們都會 每天下午熬一鍋大骨湯 那個大骨湯又清又甜 我們通常會先把皮給吃掉 然後這個皮吃掉之後 你看要留著餡 餡留著之後呢 等一下會倒大骨湯 做一過 又是一個絕配這樣子 吃一口肉 喝一口湯 好好喝喔 你問我 人生夫婦何求啊 我會說 來董家吃肉丸 好吃